呵呵呵 看我这四处都封了墙壁 我就知道了 这吃又是乞丐 好饿啊 有没有好些人给我点吃的呀 诶 等等 鑽石 呵呵 有了这些钻石 我就可以不用做乞丐了 可是 丢了这些钻石的人 应该也很着急吧 不行 就算再饿也不能用这钻石 从小妈妈就叫我要做一个 实惊不昧的人 就算我奶糖是乞丐 也要做一个有自习的乞丐 老农民啊 你要真想治好你的病 只有半仙才可以 而半仙的下落 只有我知道 我真的准备好了 怎么会不见了呢 你少来这套 不给钱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快滚回去 准备好再来找我吧 求求你了 帮帮我女儿吧 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 给我滚 没钱还想让我办事 啊 怎么办 我还不想要死啊 妇女 怎么了 呵呵 我的钻石丢了 我救不了我自己了 掉了多少钻石呢 一共64颗钻石 那可是我一辈子的继续呢 对上了 给你 刚才 在地上找到的 真的是我的钻石 臭乞丐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钻石 我偷 这明明是我捡的 你少污蔑了 哼 你个乞丐 捡到钻石 还能还给我 我才不信 臭乞丐 肯定是你偷的 不了 我虽然是乞丐 但是乞丐也是有尊严的 我一不偷 二不强 你这是狗腰底毒兵 不吃好人心 哼 你个偷乞丐 还在狡辩 走 去公主那里对质 去就去 谁怕谁 发生什么事了 公主 这个小乞丐 偷了我的钻石 竟然还不承认 啊 乞丐 你好大的担子 没有没有 公主 那个钻石 是我在祭祷的过程中 捡到的 我才不会干那种 偷进摸狗的事情 其他污蔑我 你放屁 你个乞丐 平时饭都吃不起 要是捡到钻石 肯定会失常 哼 你竟然主顿还给我 这就说明 做得欣欣 别吵了 别吵了 妇人可是美丽的红红金共 肯定不能招惹 而且乞丐也没水分 而没地位的 哼哼 臭乞丐 你还不怪论嘴 啊 公主 我是被冤枉的 哼 不用多说 你被赶出这个国家了 从今以后 不许出入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做好事的后果 就是这种上场吗 我不服 妈呀 乞丐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难道他是半仙 什么 乞丐是半仙 哼 你们两个坏人 竟然敢诬蔑我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不要啊 乞丐 不对 半仙大人 我们知道错了 对对对 半仙大人 你当然不计小人过 就老论我们吧 那可不行 你们仗着自己身份高 就随便欺负落小 明明乞丐做的是好事 你们却要诬陷他 这样 以后谁敢做好事 哼 你们给我飞吧 啊 不 啊